米斯海默他見慣的是一種西方的歷史 這套歷史是非常深刻的影響他對現在這個世代的推斷 希望他去到中國這麽受年輕人的歡迎 他會感悟到一些東西 知道中國人其實愛好和平的 你雖然在這裏講完理論 就像是想叫美國政府和中國打打 那中國人只要你不是打 只要你說的對,那樣是很多人聽的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討論一下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 將來大的指導方向或者大的形勢究竟是怎樣的 在前幾個星期之前有一段錄影是由兩個美國結出的學者去做的 另外一個就是芝加哥大學的政治系的米爾斯海默 有人認為他是過去或甚至歷史上最結出的國際關係和政治評論員 是不是這樣呢?或者每個人的看法都有點不同呢? 另外一位是很有名的經作家 薩爾斯 這個或者正確的意思是薩克斯 Jeffery Sacks 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位很有名的經作家 我個人也是認識他的 和他有幾面資源大家開個會 先講這個米爾斯海默的觀點和他是一個什麼人 他最出名的一件事在公眾之間出名的 就不是說是在學術界出名的 學術界他已經出名了幾十年了 在公眾出名的就是他其實在十幾年前 他已經警告過說美國和北約千萬不要去擴充 去到烏克蘭那裡 否則必然是會被俄羅斯 他認為是受到很嚴重的威脅 一定會打回頭的 在2014年的時候 他更加明確地指出這個可能性 他講出的細節和前兩年開始 俄羅斯派兵去烏克蘭進行這個特別軍事行動 是非常之相似的 他一直都很反對這種行動 因為他認為這個是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為什麼呢 他認為這個世界上美國是一個霸主 中國是一個和美國有得爭過的一個 就是一個很有實力的一個國家 俄羅斯的層次是低很多 對美國根本構成不到有什麼嚴重的威脅 所以他認為美國最好的策略 就是聯俄 而一起進攻中國的 所以你不可以說他是特別親華的 他是純粹為美國利益 是他所判斷的美國利益 他也反對這個北約去東抗 去到烏克蘭那裏 他認為是一個搞和美國的全盤的戰局的 而事後呢 也都見到他這些這樣的說法 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美國搞來搞去 他搞不低俄羅斯 俄羅斯現在的經濟是還不錯的 美國以為在2022年的時候 將俄羅斯的奴報 將它制裁 又踢它出去SWIFT 在各方面的經濟和禁運的政策一起實施 美國當時以為俄羅斯的經濟會崩潰的 誰知道人家搞得多好 現在就好 反而歐洲的經濟 就開始承受不了那個壓力 烏克蘭就搞得差不多亡國 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但是烏克蘭就算怎樣受到損傷 我相信美國也不是很緊張 但是起碼俄羅斯是沒有什麼事的 但是為什麼這個米斯海默呢 他會有這樣的看法 他認為美國應該跟中國聯絡過 就不是跟俄羅斯聯絡過 他根源還有一套理論 他叫做這個現實主義的政治理論 他認為兩個強權或者兩個霸權走在一起 大家一定會打過 雙方都不會容許對方 是會擴展到他自己的實力的 雖然現在中國沒有說 向美國有任何的意圖 說要怎樣攻擊美國 起碼說軍事上面各種 他沒有的 而就算在自己的區域那裏 中國在海外只有一個軍事基地 而美國有700多個 那究竟哪個國家威脅哪個國家呢 很難說中國在威脅美國的 中國過去40年以來 從未發動過任何對外的戰爭 沒有的 是零的 越戰都差不多四五十年之前 過去40年中國沒有做過任何這些事情 但是同一個期間 美國就發動過有十幾次對外的侵略戰爭 那你究竟誰在威脅哪個呢 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 但是這個米斯凱默 他就認為你不可以讓對方坐大 他實力強大了之後 他自自然而就會擴充他自己的影響力 到時候美國就禁不住的 那這些說法 中國人聽起來就不是很順義的 為什麼不順義呢 我也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我也沒有計劃做任何事情 你竟然說 為了防止或防備 將來可能會去攻擊美國 所以現在是不是呢 就猛攻擊中國 在道德上邏輯上 這個是認真說不通的 起碼在中國人的這個 磨擦的範圍之內 認為這個都幾荒謬的 但是呢 米斯凱默可以說 喂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你現在不小而已 你現在沒有實力 你現在沒有這樣做 因為你不夠實力而已 但是你將來呢 你或者會的 所以他要防範於未然 但是他又有一個奇怪 米斯凱默在中國 是很受歡迎的一個人 你看一個這樣的人 他不是明顯反華的人 他和美國的反華政客 是非常之不同 他也對美國的政策 在很多方面 他批評得很厲害的 例如對於猶太人的財團 如何左右美國的政治 或者政策的決策 他曾經寫過書 批評得很厲害的 最近這個中東的問題 他也發表過不少言論 覺得美國是傻的 美國政府 就是這樣被一些 被色列政府的無來無去 是傻的 但是他本身的立場 他不是說要幫中國的 但是他在前一陣子 不是多久之前 應該一兩個星期之前 我現在說話錄影的時候 的一兩個星期之前 他去了中國大陸訪問 在這間大學裡有人邀請他去講話 他講完之後 人山人海那些學生 很多人都買了他的書 排了長龍 包圍著他要他簽名 他開心得真是見眼不見眼 我在網上看到那些圖片 看到他非常之開心 那為什麼中國人 尤其中國年輕人 這麼喜歡他 他擺明是想叫美國 集中力量對付中國的 我相信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他也指出 美國政府的虛偽一面 他指美國政府說很多東西 反華的言論 他認為那些行動是假的 他也不是隨便運動 是假的 他真的有證有據 就是說中國什麼人權 各方面的問題 他認為只是美國政客的工具 抹黑中國 雙方打仗或者打架 冷戰也好 他要別人用所有的工具 在中國人裏面聽上來 他們可能想 終於有一個美國人 誠實地承認自己的國家的政額 在那裏胡說 還有他也認為中國的實力 是真正可以有效地挑戰美國的 中國的年輕人或者都符合他們的認知 所以米斯凱默他本身不是一個政客 美國的美國政府 根據米斯凱默講的 他從來沒有找過他一次 美國政府的官員 一次都沒有 就是找他做參謀 找他給意見 一次都沒有的 他體制外國人 雖然在公眾上 很多人認為他是美國歷史上 最偉大的一個國際關係的評論家 但是美國政府從來沒有找過他的 這個是他自己說的 所以你不能說他跟美國政府勾結的 他全部都是根據他自己的說法 但是他這些判斷 說中國將來必定都是會攻擊美國的 如果中國實力夠強大都會 這件事我同不同意呢 我自己就不同意了 另外一位同台的人 跟他討論或者辯論的薩克斯 他就開宗明而說 中國絕對不是美國的威脅 中國絕對不是美國的威脅 就不用怕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中國人所相信的 是一種人類命運共同體 從經濟學家來看 我看國際關係裡面 他不是一個靈和遊戲來的 不是說我贏就你輸 你贏就我輸 不是這樣看的 而是一個正數的博弈 就是說兩個國家之間合作的話 是可以雙方都獲利的 是一個正數的博弈 不是一個靈和的博弈 這個米斯凱默 他就不是一個經濟學家 他認為在這個國家安全上面 一牽涉到安全 就是一個零和遊戲 如果你覺得安全一些 你的實力強一些 我就覺得我自己受的威脅就大一些 所以他就覺得要打壓中國 他是覺得這個政策不是錯的 所以薩克斯和米斯凱默 顯然是有些不同的看法 我作為一個經濟學家 我當然會比較傾向於薩克斯的看法 因為經濟學家是習慣於 這個大家雙贏的或者互贏的 我再看看歷史 是不是這個國家和國家之間 一定會出現爭霸的局面 當一個國家是強大的時候 他一定心思思要去擴充自己的實力 令到對方永遠都埋不到身 其實在西方國家 在歐洲的歷史上 米斯凱默可能是對的 因為歐洲 它分裂了很多小的國家的州 在整個西方世界都是這樣 它在歷史上幾百年 它之間的國與國之間 的確是打來打去 那些國土或者佔領 那個領土的大勢都變來變去的 但是中國就沒有歐洲 或者西方國家這些傳統 我看看明朝 明朝是這個鄭禍 是公元十五世紀 是離開現在六百多年 六百多年 那個年代 鄭禍呢 他那隊艦隊 應該有兩三萬人的 一個艦隊的強大 是同期的歐洲完全沒有辦法比較 就算鄭禍之後 差不多接近八九十年之後 在哥倫布 他帶領船去發現新大陸 和後來 這個也都繼續歐洲人 大航海的那些發現 這個十五世紀末 和十六世紀初期的那些 他的船隊每一隻船 那些噸位 都小過鄭禍的船很多的 哥倫布那隻船 是九十多公尺長 鄭禍那隻五百公尺那麼長的 很巨型的那隻船 如果你說軍力的話 他帶軍隊去鄭禍去 但是他沒有去侵略人 沒有去佔據人家的 他搞貿易的去宣揚國威 宣揚國威之外 他還帶貿易 帶去很多中國的商品 最近在南海附近 又找到一些明朝的沉船 我以前都去過參觀過 在湛江附近 一個明朝的那些沉船 因為風浪沉低了的那些貨船 我以前看的那隻東西 就已經看到 他拉上岸的 變成一個博物館 看到很多中國的塗池 那些貨物 在最近發現那兩隻 一樣是有這樣的東西 是裝滿了貨物 有些船是在南洋 那裏運些什麼回來 就是當地才有的那些木材回來 中國是和人家進行貿易的 雙方都是互贏的 明朝還有 是有大量的那些 塗池器、絲綢、茶葉 經過菲律賓 就運去墨西哥 經墨西哥一路再運去歐洲 跟他們貿易的 運去墨西哥做什麼呢 因為當地 南美洲、玻利維亞那裏 發現有銀礦 中國是自己沒有什麼銀的 就在這裡換取很多 輸入白銀 甚至在墨西哥城 有一個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唐人街 在十六世紀中業 已經有的 有兩萬多個中國人住在那裏 那中國人去做什麼呢 他就是搞貿易的 他沒有想過去打仗 沒有想過去佔領其他人 而以中國當年的實力 你起碼在南洋那裏 他佔據這些地方搞殖民地 他完全是可以做到 但是歐洲人是有全世界周圍搞殖民地 中國是沒有這樣做法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歐洲人的或者西方人的思維 和中國人的觀念有相當的差別 米斯海默 他見慣的是一種西方的歷史 這套歷史是非常之深刻的影響 他對現在這個世代的推斷 希望他去到中國這麽受年輕人的歡迎 他會感悟到一些東西 就知道中國人其實愛好和平的 你雖然在這裏講完理論 想叫美國政府你們跟中國打 中國人知道 abge勁 要 evenly當你一樣 他又是他們說這些對的 fantastic 都會同意 他會不會當你沒有。 讓中國人更快的 中国人的智慧和中国人的文化 从而利用他这个很有影响力的地位 帮助减少中美之间的磨擦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明家分析记得点赞和分享 支持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重要是点点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片